咱们打开了 这是一场第四集 1200公尺的沙地赛事 驻扎比较慢的呢 有二号的开路先锋 五市 现在在前面带出有半个马位 跟在他旁边呢 就有太平教父在外侧 然后在里面呢 粉红色彩衣的是一杆净洞 跟着呢 就是人间美食 大概是一个多马位之后 姓王者 然后宗司令 加在中间的是王冠之风 接着呢 就还有太平西洋在内侧 而暂时顶后的则是开路先锋 距离前面领放的参赛马呢 大概是有五个多马位啊 现在五市一马当先啊 在前面轻松的带出有一个多马位 紧紧跟在他后面的是太平教父啊 然后呢 就有人间美食 另外是一杆净洞宗司令 然后还有太平西洋 后面有开路先锋 以及王冠之风 就要后面冲上来 在直程的时候呢 现在有一匹马走得不错的是 太平教父啊 太平教父现在已经是越过了这个五市啊 但是里面就还有一匹太平西洋 哇 两匹太平的马匹 跟着就是一杆净洞 太平教父跟太平西洋 太平教父在中间 哇 太平教父赢了 然后是太平西洋 跟着呢 那是一杆净洞才轮到五市 还有五号的王冠之风 再来有开路先锋 宗司令 然后是人间美食 幸运王者今天是殿尾回来啊 最终的大人们落到了太平教父的身上 11块钱 读音5块1的位置 本来看太平西洋 一度已经是超越他的 但是呢 这个太平教父 回回气 还可以再来啊 但是总算开栽了啦 两匹太平的马匹 虽然是不同的练马士啊 但是 各自为正 但是都跑一个第一跟第二名啊 算是相当的不错了 里面的是太平西洋 中间的是太平教父 什么叫票到马又到啊 对啊 他最后拼抢的时候 莫丹尼 斜眼一看那个 赔绿 哇 我是大热门啊 一定要赢啊 这件彩衣 这一场